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耶稣家谱中的五个女性 耶稣的家谱在圣经里面 在福音里面有两个地方可以找到 第一个是在路加福音 第二个是在马窦福音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窦版本的耶稣的家谱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他们的家谱是以丈夫的名字列下来的 他们都没有提出女性或是他们的妻子的名字 但是在马窦版本的耶稣的家谱中有出现五个女性 那这个应该是很特别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些女性 看到她们的特质 她们可能不是完美的人 但是从她们的故事 我们有一些是会让我们感动 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是不完美的 也是像她们一样的 所以她们可以给我们一种的鼓励 那这些女性 她们的名字到底是谁呢 她们是那些人呢 第一个是塔玛与犹大结婚 以后她生了培勒茨 还有子拉黑 以后萨尔蒙有拉哈布 这个女性 拉哈布生了布阿茨 以后布阿茨有路德 生了欧贝德 以后达威 达威他有乌利亚的棋子 应该是巴赤巴 生了撒罗曼 那这个是撒罗曼 就是犹太人 非常有智慧的这个国王 以后到最后 雅各伯生了若瑟 那若瑟是玛利亚的丈夫 玛利亚就生了耶稣基督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塔玛尔 第二个是拉哈布 第三个女性是路德 第四个是乌利亚的棋子巴赤巴 第五个就是若瑟的棋子玛利亚 好 我们可以现在来看看他们这些人 他们的生活有怎么样的特色 我们先看塔玛尔 塔玛尔 他是谁呢 塔玛尔 他应该是在创世纪的第38章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犹大的媳妇 他嫁给犹大的孩子 名叫阿尔 但是结婚之后 阿尔就过世了 没有生下孩子 那按照他们的犹太人的习惯 如果哥哥结婚 但是没有生下孩子 他的弟弟一定要与他的妻子结婚 为了帮助哥哥立丝 所以他的弟弟 就是那个阿尔的弟弟 叫做奥南 奥南就跟他结婚 但是奥南不愿意生一个孩子 为了哥哥而生孩子 所以因为他不愿意 所以天主就惩罚奥南 他怎么样的 他就死了 有的一看到他两个儿子已经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 他还有另外一个儿子 他怕如果最后的这个儿子也跟他结婚了 可能就会死亡了 所以他就不让他的这个最小的孩子 跟奥马尔结婚 那奥马尔就觉得 我本来是要跟你的这个儿子要结婚了 那现在都没办法 好 他就想一个办法 他想一个办法 他就扮演一个妓女 他知道犹大会经过这条路 他就扮演一个妓女 以后他在那边等 犹大来 犹大来的时候呢 他就在那边就是开始说 哦 现在呢我们也可以 可以做这个妓女 他要做的事情 那犹大一看到了这个 他就好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要给你 但是我现在要给你什么呢 我有羊可以给你 但是我现在没有带 那你需要什么要做抵押呢 所以奥马尔他就说 好 你要给我你的印杖 犹大的印杖 你要给我你所携带的这个印杖的那个袋子 还有你手上的棍杖 所以犹大他就把这三样东西交给了 犹马尔 犹马尔就把这个保留了 隔天早上他本来要送这些羊 发现这个人就不在了 这个人不在了 他的印杖 他的印杖带还有棍杖是在哪里了 这个女生 就是犹马尔带走了 后来有人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犹大 说犹马尔已经怀孕了 怀孕了 犹大他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人犹马尔一定要死 一定要把他处死 派遣人到犹马尔哪里 犹马尔就说 好 你来 你把这三样送给犹大 谁是这些三样的东西的主人 他就是我怀中的孩子的父亲 所以犹大一看到了 他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他的孩子 他就说 他有理 他有理这样做 我要惩罚的应该是我自己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耶稣主仆中的一个 这个他是完美的一个人吗 这个犹马尔是完美的一个人吗 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得到他的孩子 所以从犹马尔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跟随天主 我们的家庭可能不是完美 我们家庭可能不是完美的 像刚才我们所看到 这个犹马尔跟犹大这个家庭 但是我们肯定的意见是 天主不会放弃我们 因为我们家是不完美的 第二个人是 拉哈布 在马头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 拉哈布 那这拉哈布到底是谁呢 他是怎么样的人呢 他是耶利哥的妓女 在耶利哥的妓女 但若说二他们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 要进入福地 许诺之地 流奶流蜜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先攻打耶利哥 当时他们要进去耶利哥的时候 他们就不知道 这个耶利哥城 他们是不是非常强的一个城市 所以他派遣了两个人去探视这个城市 但是他们一进去的时候 就被人看到了 被耶利哥人看到有两个陌生人进来 那这两个陌生人 他们就跑到哪里 那个拉哈布就接受了他们两个人 在他家里 他们隐藏在他家里 这些人离开之后 那这两个人从拉哈布的那个家门口 用绳子掉下来 以后他们就离开 就跑回去 那他们就是 这两个人是给他一个保障 他们来攻打耶利哥 当若说二来 把耶利哥城毁灭的时候 拉哈布也受他们的保护 所以看到了 这个拉哈布也是耶稣的家谱里面 但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是妓女 那从拉哈布的故事 是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我们自己的生活 可能也不是完美 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是不完美的人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 他妈家庭不完美 拉哈布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不完美 但是天主一定会用我们 天主一定会接纳我们 天主不会放弃我们 第三个人我们要介绍 在耶稣的家谱里面 就是卢德 在马多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 那卢德 那卢德她是一个摩阿布的女子 是一个外邦人 那她与她的婆婆 就是拿奥米 一起生活 那拿奥米呢 她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结婚 又跟这些外邦人的女子结婚 但是后来 拿奥米的儿子 两个儿子都死了 那这两个媳妇 其中的一个就是卢德 卢德选择跟她的婆婆一起生活 虽然她的婆婆告诉她 说她要回去到她自己的家族中生活 但是她愿意跟随她 她还想拿奥米说了 请你别逼迫我离开你 而不跟随你 你到哪里去 我也到哪里去 你住在哪里 我也住在哪里 你的民族就变成是我的民族 你的天主也是我的天主 你死在哪里 我也要死在哪里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卢德 卢德 他对他的婆婆的这样的心 对婆婆的爱 他不放心 把婆婆 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丈夫 失去了儿子 而一个人过生活 他选择跟他生活在一起 到最后他们就到了白冷附近 到白冷附近就遇到了伯阿茨 那伯阿茨 他们在首歌的时候 有一些麦子他们就留下来 这是为了给这些穷人 所以卢德他后面就把这些手 收集起来 伯阿茨就用了一些的方法 多给了卢德 就是要表达他对卢德的爱 到最后卢德就跟伯阿茨结婚 虽然我们看到卢德 他的生活是非常的有道德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刚才所提出来的 卢德是一个外邦人 那外邦人本来是为犹太人是一个被拒绝的 他们的生活是在边缘的 而且是他们的圣经里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阿茨人和卢德人不得进入上主的集会 他们的后代即便到第十代 也永远不得进入上主的集会 意思说他们是在外面是被排斥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耶稣的家谱里面 生活在边缘的人也被接纳 这个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可能是生活在边缘的 但是天主也不会忘记我们 好 第四个我们要看的是谁呢 是巴特舍巴 巴特舍巴是乌利亚的妻子 那我们就想一想那时候的那个达卫城 达卫城是一个好像是这样的 在上面这里就是那个达卫的那个网宫 这里是谷 这里是谷 这个是往下这样的 他从上面可以看到下面的人 他们做了什么 他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他看到了乌利亚的妻子 就是巴特舍巴 在那边洗澡 一看到这个漂亮的这个女孩子是谁啊 有人就告诉他 这个是乌利亚的妻子 好 把乌利亚送到哪里 送到战场 当他进去去打战的时候 其他的人要退后 让乌利亚一个人往前走 那他的命运会是怎么样的 一定会被杀的 真的是那时候送他去战场的时候 乌利亚就被杀了 那战场是变成是达卫的妻子 有一个先知就来了 就跟他讲 有一个富翁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羊 当一个客人来拜访他的时候 他就用了他邻居穷人的一只羊 达卫就说这个人要把他带过来 他一定要受审判 那这个那个先知就跟他讲 这个人就是你 就是你 所以达卫他就写了 在圣荣里面 圣荣的第五十一 他写了 是他在天主面前求天主宽恕 所以这个是变成八 变成八到最后 他生下来一个孩子 就是撒罗曼 撒罗曼就是犹太人 最有智慧的国王 好 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最后一个 是一个女性 她是谁呢 她就是若瑟的妻子 就是玛利亚 这个是我们熟悉的一位 她接受了圣母那个天使的领报 她非常非常的谦虚的 她向天使说 我是天主的悲女 远照你的计划 远照你的话 在我身上拯救 这个是圣母玛利亚 她到最后 她就接受了天主圣言 放天主圣言 把天主圣言放在她的心中 失去的 反复的失所 到最后 把耶稣基督 生下来 我们就有福了 所以这个就是玛窝福音 所以这个就是玛窝福音里面的 即便我们的生活不完美 天主 祝福大家 圣诞节快乐